精神恍惚 幻听恐惧 觉得被监视等 是思觉失调症患者的症状 这个病如果不治疗 他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 就退化得跟老人家一样 卫生福利部103年统计显示 思觉失调症患者 就已高达11万人次 到底这是什么样的疾病 又要如何治疗呢 2月15号 至为人医守护爱 与您分享思觉失调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